明明日良事工制作 阳光照亮你的心肺 上帝陪伴你走过情绪的帝局 主题从焦虑到松茸 第十三天 框大视野 新明记三十二章十一至十二节 幼鱼鹰狡动茶窝 在初鸣以上 两次善展 这样也会话独自引渡雅各 在这三个月以来 我真的可以说 是坐在一个最佳的观众席上 或者说是拥有了含视野 得以欣赏上帝令人惊叹的结状 话说在洛福克植物园里面 员工在二十八公尺高的地方安装了一台网络摄录机 是用来观察 不见了蹤影 我从维吉尼亚森林高处了陷的画面 就让我更明白自己的眼光实在很有限 因为我只能够见到全景中的一小部分 神经摩世也用老鹰的形象来描述上帝 在《生命记》三十二章七至十二节经文这样描述 你当追上上古之日 思念历代之年 问你的父亲 他必指示你 问你的长者 他必告诉你 至高者将地业刺及列邦 将世人分开 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 立定万民的疆界 耶和华的分 本是他的百姓 他的产业 本是雅各 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 荒凉野兽敲叫之地 就环绕他看顾他 保护他 如同保护眼中的童人 由鱼鸣搅动草窝 在初鸣以上两次善展 接取初鸣 杯在两翼之上 第十二节 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 并无碍帮神与他同在 经文描述 老鹰怎样背着他的右鹰 上帝也同样背着他的百姓 不管环境怎样 上帝离我们各人不远 甚至当我们感到被遗弃的时候 这个事实也不会改变 有时候我们看问题可能不够全面 如果有需要 你可以向你身边可信任的人 倾诉自己的软弱和忧虑 寻求他们的建议 并请他们为你祷告 邀请你我们一起祷告主 主呀我们很感谢你 在你的湖鼻底下 我今天可以安然居住 夜色虽然深沉 也都有狂风暴雨 但是我仍然会信靠你 也都知道你必然眷顾我 好多谢你收听收睇 在十四天更新之旅 从焦虑到松茸 第十三天 旷大视野 盼望当中的内容能够激励我们 让我们一生倚靠主 有主看顾 就不会再怕危机四伏 如果你喜欢当中的内容 你可以以自由奉献的方式 撒取这本书 让光照亮你的心肺 同时也都邀请你继续收听 下一个主题信息 愿上帝赐福于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